大家好,袁林三兄弟杨九今天要介绍 这支圣福利木赫15年 在开始介绍前,必须要好好地讲讲 圣福利Signatory 圣福利是由照片中帅帅的大叔 Andrew Simington和Brain Simington 俩兄弟在1988年 创立于爱丁堡的一家装瓶商 是当今三大装瓶厂之一 圣福利有很多的坚持 保留瓶装的每个酒桶富有 独特风味 曾经连续三年 蝉联苏格兰最佳独立装瓶厂 旗下酒款有超过50种品项提供选择 在2002年圣福利还收购了 位于高地的爱德多尔蒸瓢厂 圣福利希望透过各年代的 指标性人物能替每一个单桶 装瓶的威士忌签名 让每一款酒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 每一瓶酒标上都写上项目桶桶号 蒸瓢日期 装瓶日期和总瓶数 圣福利推出的威士忌也具有 高度的品鉴和收藏价值 创立于1823年的木赫酒厂 至今已有200年历史 酒厂位于斯贝塞达夫镇 是当地第一家的合法酒厂 木赫以神秘的2.81蒸瓢工艺 为著名 风味最特殊就是富有 独一无二的肉之味 这风味十分深受敏家的青睐 先前的影片中有介绍过几次 传统的重铜冷凝法 而木赫也是其中一家 使用重铜冷凝 使用低温快速的冷凝法 大量减少和铜的对话 创造出浓厚 富裕 粗广复杂的风味 简单地了解木赫酒厂的概况后 开始介绍这支 圣福利木赫20085年 酒精浓度46% 蒸瓢时间2008年2月 装瓶时间2023年3月 在锅本猪头筒中熟成 筒号302169 302184 302188 302240 装瓶数量878瓶 酒体颜色维晶黄色 香气带有浓郁的奶油味 太妃糖 酒精感重 带有柑橘味 香草味 浓厚的麦芽气息 入口后 一开始酒精感重 带有微微的刺激感 渐渐地转为浓厚的香味 是奶油香甜 柑橘爽口 油脂口感浓郁 尾韵冗长 满口的油脂润喉的口感 带有酵母的香气 咸中带有甜感 很有回甘的感觉 相信很多朋友 对木贺的特殊口感 十分的向往 虽然一开始 这支酒带有酒精感 但转化为麦芽 香甜奶油味食 在口腔的舒服感 很值得您试试 园林三兄弟 养酒 与您一起感受 胜福力装瓶 木贺15年的独特口感 与您一起 在围醺中 找到品酒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